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学兄弟 华硕终于更新了它2清寸快速液晶版本的4K高刷电竞显示器PG27UQR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PG27UQR依然采用了ROG家族式的彩皮包装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一个配件盒,一份校准报告和一份ROG的贴纸 我们来看一下配件盒,里面包含了一个电源式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HDMI线,一条USB上行线,一份说明书和保修卡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教授报告,色域空间是sRGB,GAMMA是2.2 测试的仪器是科美的CA310,实测色准为0.63,最大值为2.5 从报告的结果来看还是比较优秀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由于出厂,支架和面板是扣在一起的 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只需要扣上底座即可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整体的设计和我们第111期测试的PG27AQN基本是相同的 底部的中央是ROG的logo 底座依然采用的是灰金配色的爪形设计 背面右上角设计有一个发光的ROG的标志 左下角有一个摇杆按键,一个开关键和三个功能按键 支架方面,它支持升降30度左右的水平旋转 以及单侧90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调试的阻力感是比较优秀的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两个DP接口,两个HDMI接口 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和两个USB下行接口 没有配备Type-C接口 整体接口的丰富度属于是中等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屏幕中央会出现红色的ROG 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D转感受 它整体的观感艳丽,但不会过饱和 通过仪器的测试 色域容积达到了128% PPI为163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是不错的 像素点方面,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条状排列 指像素形态是鱼鳞状 OSG菜单方面,依然是ROG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操作方式是背后的五项摇杆按键 同时你还可以通过华硕官方的显示器控制软件 进行色彩模式和基本功能的调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通过仪器的测试 默认出厂为6571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还提供了冷色、正常和自定义的调节 通过实际的测试 冷色为8625K 正常为7077K 另外,PG27UQ在不同模式下的色温也有所不同 SRGB模式下偏暖,只有6146K 影院模式则偏冷,9649K 其他模式都保持在6500K左右 色域空间方面,它默认的是DCI-P3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模式的开关 在默认P3模式下,它的覆盖率为91.7% 平均色差值1.57%,最大色差值4.26% 偏差较大的部分主要是蓝色和绿色覆盖不足导致 SRGB模式下覆盖率为97.6% 平均色差值0.68%,最大色差值3.71% 偏差较大的部分主要是纯蓝部分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PG27UQR的全屏亮度在340L到460L之间波动 黄色部分是它的峰值区域 在440L到460L之间 红色部分则在420L到440L之间 靠近边缘的部分则会下降到340L左右 以国标25公格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6.5% 这个表现属于是比较一般的水平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500K到7000K之间波动 紫色区域为6500K左右 蓝色部分为6700K左右 屏幕视角的部分接近7000K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是相对不错的 切换到全屏黑场 它的亮度在0.2到1.6L之间 右上角有一处漏光峰值在1.5L左右 整体的漏光控制相对来说是一般的 可视角度方面 肉眼观测的表现是中等的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中间红色区域是最佳视角 对比度在1000K左右 黄绿区域是可用视角 对比度维持在600K左右 蓝色部分为表现较差的视角 对比度低于200K 整体通雷达图我们可以看到 它斜45度角观看的时候 对比度衰减是比较厉害的 属于IPS的通病 但垂直视角要略好于我们前几期测试的 非原装模组的8.2面板 平闪测试方面 在SDR状态下 它各亮度都是DC的调光 但开启SDR之后 亮度波形会呈现高频的平闪 平闪的频率是1.7万Hz 波动深度为40% 但调节亮度并不会改变占空比 而是改变波形的高度 因此它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PWM调光 而是一种PAM调光机制 我们识试着各亮度下的SVM值 都只有0.001 远小于1 属于是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范围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蓝光波峰在460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7.94% 相对偏低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4K 160Hz 10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IL6协议 4通道12G 也就是48G满速带宽 并且支持DSC技术 连接PC可以达到4K 160Hz 12bit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的 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 60Hz RGB全范围输入 开启高智率模式之后 可以支持到48Hz到120Hz的 可变刷新率 颜色为422 使用Micro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的直列下 它可以支持到4K 60Hz 支持HDR和High DPI 使用Type Z转DP连接 可以支持到4K 48Hz到15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但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21毫秒 H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Display HD600的认证 通过滚动球的测色 它具备8区的测入式背光 存在一定的光柱现象 白点亮度方面 在3%和5%的APL状态下 它可以达到640L的峰值亮度 10%到100%的APL 可以提供到709的峰值亮度 HDR显示模式 预设了两种 分别是游戏模式和影院模式 其中游戏模式的色温为6791K 影院模式的色温为6806K 它们的主要差别在EOTF曲线 HDR游戏模式下 它的EOTF和标准的PQ比较贴合 在20%以下的灰阶 做了一定的提亮处理 在70%以上的灰阶 和标准的PQ一样 做了硬裁切的处理 这种好处是 HDR实景亮度较高 缺点则是高光亮度 容易出现过曝的现象 HDR影院模式 在50%以下的灰阶 和游戏模式基本相同 但从50%的灰阶 开始偏离PQ 做滚降的处理 这样的好处在于 它可以保留更多的亮部细节 缺点则是HDR实景亮度较低 HDR实景方面的表现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南光盘境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游戏模式下的太阳核心亮度 为594L 影院模式则为535L 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中等 延时部分的暗部细节和画面的层次感相对不错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色阶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 HDR游戏体验方面 画面整体的观感不错 但部分高光会出现过曝的情况 暗部细节表现中规中矩 游戏禁忌体验方面 PG271和R支持原生的160Hz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16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PG271拥有6个OD档位 分别为0-5G 实际用仪器测试 零级6.46毫秒 没有出现任何的过冲现象 一级5.91毫秒 平均过冲0.03% 最大过冲为0.74% 属于是完全可以忽略的状态 二级5.43毫秒 平均过冲0.94% 最大过冲为10.61% 三级为4.95毫秒 平均过冲1.53% 最大过冲为15.37% 整体1-3级 没有出现明显的加压产生的轨影现象 四级4.21毫秒 平均过冲15.65% 最大过冲73.32% 五级3.79毫秒 平均过冲25.86% 最大过冲117.3% 四级和五级 在实际的测试和体验当中 有明显的轨影现象 属于是不可用的状态 最终我们以4.95毫秒的成绩 作为它的最快响应时间 从结果来看 它基本符合7.0面板的常规表现 在4K快速液晶中 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6个不同样式的准形 准形的样式相对偏小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三档调节 调到最大之后 暗部提升是明显的 并且画面没有出现明显的发挥现象 整体的表现是比较优秀的 另外刷新率显示方面 它支持48-160Hz的VR可变刷新率显示 呈现的样式有两种 分别是数字和柱状图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做工用料仪 在数据天地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电路元件 有一块金属屏蔽罩覆盖 里面包含了一块驱动板 和一块控光板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控光PCB 控光芯片为Dialoc的382411 它是一颗16通道的LED控制器 连接8个MOS管 用于控制它的8区测入式被光 我们再来看一下驱动板 上方覆盖了一块金属散热棋片 主控芯片是瑞宇的RTD2738 这个系列的芯片 在我们之前测试的 Philip8600上见过 但当时的版本并不支持FILO的协议 而华硕这块 则支持满速48G的HDMI 2.1带宽 并且支持DSC VRR等协议 USB接口处 有一颗锐域的USB3.0HUB芯片 型号为RTS54111 用于实现显示器的USB上下型功能 灯态接口旁 有一颗华硕的神光筒部芯片 用于实现背面RGB的神光筒部功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面板贴纸 型号为M270QAN07.0 这是一块友达的原装模组 主要参数为4K 160Hz Fast IPS 原生灰阶响应时间5毫秒 SDR常规亮度400L SDR峰值亮度最小值为600L 并且支持硬件低栏光等特性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PG27UQ的做工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桌标计算 PG27UQR达到了138%的SRGB容积 色域天梯榜排名第83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437L 亮度天梯榜排名第35名 表现优秀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095比1 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第75名 达到了IPS标称的1000比1的水平 格式角度方面通过四角移的测试 它的垂直和水平角度表现不错 但斜45度的四角对比度衰减比较明显 整体在IPS中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5.58% 均匀度天梯榜排名第88名 表现比较一般 SDR单度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709L SDR峰值亮度天梯榜排名第25名 SDR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2002比1 SDR静态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第46名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滚动球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 它拥有8区的测试式背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它的最快可用档位为4.95毫秒 响应速度天梯榜排名第45名 表现不错 好了按照惯例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采用友达7.0的原装模组 原生160Hz的刷新率 在禁忌内的游戏体验中表现是不错的 2.背光具备硬件定蓝光的特性 SDR亮度是DC的调光 对眼镜的友好程度高 3.满速48G的HDMI 2.1带宽 对于PS5和XBOSS等游戏主机的 兼容性表现优秀 同时支持DSC VR等协议 4.拥有不错的HDR UTF曲线调教 HDR实景观感表现不错 接着我们来说下它的缺点 1.亮度均匀度表现是比较一般的 并且漏光的控制相对来说也是一般 2.8区的测入是背光分区较少 存在一定的光柱现象 3.开启SDR之后存在1.7万Hz的高频频闪 虽然并不是PWM调光机制 但我们依然希望它是无频闪的状态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华硕PG27UQR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